下雪了 下一整天 我想很大 現在是德州時間下午 4點22分 這是從今天早上凌晨1點開始 間歇性的斷電 現在已經進行了差不多16個小時左右 我覺得比較擔心的其實是禮拜三 跟禮拜四 就是怎麼過完這個禮拜 因為禮拜三其實還有一波 報告一下現在的情況吧 現在外面室溫是-2度 -2度華視 那我現在還在很努力的在處理我家 廚房水管這個毒塞的問題 也帶大家看一下 目前就 因為現在來電了 所以我就把水再打開了大一點 不然的話它只會讓它就是 低一點點一點點的這樣子的滴法 那底下呢就是基本上都已經清空了 我把這兩個水管用我的一些舊襪子包起來 就是希望它可以保暖這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用 因為我們家沒有那個Sheraphone 所以沒有像是那種保溫的東西 可以包著它 包扶著它 所以就只能像這樣子因應景 那旁邊呢 這邊就是暖爐啦 那基本上我就是 當然是只有有電的時候才可以用 有電的時候就是它會開到最強 然後直接對著裡面烘 這個櫃子 就是一直要打開的 就是保持室溫 就是說讓那個空氣可以對流進去 就是不會說裡面的人空氣就一直在裡面 導致裡面的水管結冰 然後進而會爆水管 現在是持續是大部分 差不多40分鐘 然後會斷電半個小時左右 那我覺得剛剛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計時計錯了 它斷電有斷到一個半小時 那再持續看看吧 那現在9點的update就是要這樣子啦 10點鐘的update現在是10點12分 現在是沒有電的狀況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再做一些 就是預防性的工作 我覺得做到這裡我已經開始有點疲倦 我看下午暖一點 會不會再好一點的情況下 我們再出去 現在氣溫差不多是回升到9度 今天早上8點鐘出去的時候 7點鐘出去的時候是-2度 yeah 還蠻depressed的 在這裡 就先這樣子啦 10點鐘的update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現在是10點56分 就算是我11點的update 剛剛電來了 所以忽然間忙了很多事情 沒有即時記錄 因為想說時間寶貴這樣子 第一件我不做的事情 就是煮飯 我很快的把米洗了一下 然後放進去用那個筷煮 因為筷煮差不多是花36分鐘 希望是可以在時間內煮好 因為差不多供電量 我算了一下 差不多就是在30-36分鐘左右 然後第二點是那個 開水 把水量調大 然後把這個暖氣爐又再次打開 調了一下位置 覺得剛剛那個 烘的時候都沒有烘到 我想要烘到水管的那個地方 所以我調了一下位置 底下電了一個東西 讓它翹起來這樣子 所以它的那個警報器不會響 然後再來就是趕快就是煮飯 這是我今天早上的第一產 這是供電通常要做的事情 再來就是把你的手機拿去充電 任何要充電的東西 就現在這個時候拿去充電 然後沒有電的時候就拿出來用 雖然我的手機在沒電的時候也沒什麼屁用 因為現在暴風雪的關係 基本上所有的通訊設備 通訊公司的通訊設備 電力都好像不足 所以沒有辦法攻擊大部分的用戶 在這個時候的使用量 所以基本上我好像可以打得通電話 可是我的手機網路是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那就先這樣子啦 等期待我的一點的安定 掰掰 節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是3点的update 那刚刚为什么会有一个多小时没有update呢 因为其实就是刚刚其实 电来的那个时间已经有超过一个小时又24分钟 所以我有keep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keep time这样子 因为从一开始是有43分钟有电 然后将近有46分钟没有电 然后与此类推 刚刚就有电的时候那个有网路吗 有朋友就寄了winter advisory给我 所以说这次今天晚上大概是6点钟的时候 会下第二次的暴风雪 这整个暴风雪会不停的下雨下雪下冰 就是这是一个mix condition 这个visory warning是到礼拜四的晚上 actually是礼拜四的早上 所以从今天晚上的6点一直到礼拜四早上 礼拜四早上am 这全部都是一个就是需要被注意的一个环境情况 今天晚上会是一个完全戒备的状态 我们家这只小狗呢 他就已经有点太冷 冷到他有点没有办法起来做一些动作 没有办法放行 所以他就给他穿了衣服啊 这衣服很薄 虽然没什么用 所以他就会选择躺在垫子上 然后就再拿了一个垫子 其实是要给我盖的 就给他盖了 他就没有在动过 说哈啰 好现在是礼拜二的4点56分 我想这一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 在今天最后一次做update 那因为接下来天也会黑了 那我也没有办法在每一次都在做update 因为接下来的情况会比较恶劣 那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会再帮大家update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会在默黑当中 或是有电来的时候 会很尽快的去把我要做的事情做完 哇 我要讲了那么多 大概就是算是 记录一下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 其实在 在在这一整个 就是疫情底下再加上这样子一个冰封暴 让我觉得说我自己的情绪很不受控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就算是去往好 尽量往好地方想 那尽量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去深呼吸 那希望这次疫情赶快过 我这次的冰封暴 我刚快过 那让我的生活可以回归正常 就尽快给我上轨道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样子 那如果接下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又补充 我们再做补充 那就先这样子啦 拜拜 好今天已经是 礼拜三 现在早上 下午一点钟左右 那再跟大家报告说 我还活着 昨天晚上那个 就是德州这边是第二波的暴风雪这样子 那暴风雪昨天没有像预期中下的那么大 本来说预期是下五个五寸这样子 那昨天晚上大概只下了两寸左右 现在慢慢的气温就会回温 我所谓的回温就是刚刚看起相报告说 其实基本上是 19、20度 然后慢慢回温到25度、26度这样子等等 一直要到两个礼拜后 才会有到30度以上 就是在0度C以上这样子 才不会在0度左右 因为现在听到很多 就是回复的报 就是网上很多网友 在报告说 就是在德州这边 他们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那有些人说 停电已经有开始恢复 可是还是在间歇性停电 现在停电的频率 恢复电力的频率的小时数 分钟数还不到小时 分钟数有提高了 差不多有人有现在可以有一个小时的供电 然后可是同样的停电率也被拉长 所以现在差不多是供电一小时 停电一小时的状态 所以那有些人的地方 就是天然气也开始告急 所以没有办法用壁炉 那你没有出去外面买柴火的话 那你家里面是其实没有烧炒 我听到很多大拉斯新闻上有在报告说 有人已经开始在拆家具了 就是有点像那个明天过后那个 感觉在拆家具 然后拿去家里的壁炉烧 这样子非常可怜的一个状况 这个礼拜其实撑完之后 应该就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我们就持续拭目以待吧 那我今天一点钟的update就做到这里 那我想接下来的update应该都会是这样子 那我想我下一个update就是应该是我的电力可以充足到 让我一整天都有可以用电 那就期待下一次的update是有好消息可以可以这样子分享 那就先这样子啦 拜 早安大家好 现在是早上 四点 礼拜四朝早上8点30分左右 先喝杯咖啡 真的太舒服了 终于有好消息可以分享 就是昨天晚上一整个晚上 就是处于是供电的状态 现在是整个花瓶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在等候 等待花瓶过程当中 会不会是因为有一些水管 因为已经解冰的状况 因为花瓶之后开始爆裂 那现在就是静待等候 说是花瓶的过程当中 家里面的水管一切都正常 那今天早上起来喝咖啡的时候还蛮聪拢的 就慢慢的泡了一杯咖啡 知道自己有电 现在才知道有电的有电的幸福 那这次在Winterstorm里面断电的情况下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